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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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Abi哥哥分享时间了 今天我们有请 哇 明明小包 Hello 還有今天有个特别的嘉宾 他的名字和明明很相似 他叫微微 Hello 微微 你见不见到桌上有些特别的东西 这三条是什么 绳 对 这三条是绳 一会一会儿 Abi哥哥会教大家 如何扎三手边 所以我们用绳 用不同颜色的绳 去分别左边中间还是右边 让大家方便 好了 微微 你懂得分左右手 左手 哪个左手 这只 明明小包也很棒 如果你们不懂分左右手 很简单 你只要这样 对 那你看看哪个手指现在是L 这只 对 这只手指是L L即是Left Left即是左 这只是左手 那这只 右手 就拿着黄色的绳 对 右手拿着紫色的绳 对 然后呢 右手呢 还有两个手指 即是食指和大拇指 就拿着绿色的绳 然后呢 首先呢 首先呢 第一下 就是紫色和绿色 转转 对 然后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把黄色和紫色 转转 转 即是我们呢 是需要呢 旁边 两条绳呢 尽量每一次都回去中间 那你就会 一路去的时候呢 你就会拆到一个三手边的了 我们一起做吧 对 好 继续 如果我放手它就会松的 不要紧 Abi哥哥呢 今天呢 这个是什么 夹 对了 发夹 这个呢 YES 都是发夹 不过呢 其实呢 如果拆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试试用橡筋 都会方便一点的 首先呢 拿条橡筋 食指和大拇指 然后呢 拿完整条边 穿过去 但是这样是松泡泡的嘛 对吧 不要紧 只要呢 打个交叉 对了 就将它 拿回来 如此类推 做回三次至四次呢 这样呢 它的边呢 就会呢 非常之实的了 噶噶噶噶噶 噔噔噔 噔噔 哇 对了 那我们呢 就学了三手边了 微微啊 你可不可以呢 在你头发那里 试试一下 扎一个三手边 对 那现在呢 Abi哥哥呢 就给三只颜色的橡筋 你选一会儿呢 你扎完边之后呢 你可以拿一只颜色 就好像这样扎回去 好吗 好 那现在你先看着我先 那好了 我们一起试试扎边先 好了 微微呢 首先呢 就拿着把梳 那呢 就梳顺回自己的头发 那一会儿呢 扎三手边的时候呢 就万无一失了 梳顺了之后呢 那阿微微呢 就将 一只手呢 就 五只手指 对了 分了三条边出来 好像分了三条不同颜色的鞋带 那样 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我们的口诀是什么 务求将所有头发放在中间 好 我们现在试一下 放在中间 跟着呢 又放在中间 是哦 一路放一路放一路放 是啦 继续啊 是啦 继续 是啦 跟着一路扎下去呢 那它就会变成三条边的了 要用橡筋呢 记得 继续到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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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那三手边呢 才会稳定 不会辞工不尽肺的嘛 对吧 好了 一下 两下 三下 我们绑多一下 四下 还有没有位置 绑多一下 对了 那我们就可以绑到 哇 三手边啊 厉害厉害厉害 啊 不过这样哦 其实呢 Abi哥哥呢 除了三夹之外呢 三夹 不是 是髮夹之外呢 还有一些 不同颜色的 如果你买一些 小一点的髮夹的话呢 还可以夹在 尾尾那里 等它漂亮一漂亮 哎呦 不过Abi哥哥呢 今次呢 就夸掌了一些 买得大了 那都ok的 那好啦 今次的 摘头发的 活动呢 就差不多啦 明明笑吧 明明 我们跟镜头说一声拜拜好不好 一二三 拜拜